立法院新會期將在21號開議 對新會期優先法案 朝野都將在開議前做黨內討論 國民黨也將在26號舉行立法實務研討會 討論新會期優先法案 目前初步將會把匡野法、空污法、聚能年改 及司法改革列入優先法案 國民黨團首席副書記長曾明中表示 國民黨將會把攸關國人生活的民生法案 優先列入可不容緩 空污法因為現在全省各地的空氣污染 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民眾到出道戶外 都要戴口罩 所以我們必須強化相關空污的管理 所以我們把空污法能夠列為優先的法案 對於空污法在上一會期 因在委員會內 朝野立委其實沒有達到共識 無法順利在會期結束前出委員會 而這次朝野都有共識 將空污法列入新會期有限法案 聲明中表示 審查時朝野應該兼顧各個層面討論 來達到共識 所以朝野還必須協商取得共識 所以一方面要能夠環境更永續 也要保障原住民的相關工作權等等 那看看能不能取得共識之後 才有辦法完成相關的立法程序 不然的話很難達到共識 民進黨團幹事長何欣純表示 會先將比較有高度共識的 《礦野法》《空污法》《軍人年改》《公司法》納入 何欣純也提到 最近以華領地震而引起國人注意的 都更條例修正案 也有可能會納入 不過一切要等到26號舉行黨團大會後 才會有定案 那我們下個禮拜一還要開黨團大會 所以在大會上 我們還會在徵詢各個黨籍委員的意見 會整他們推薦說哪些法案是重要的 是需要優先排入這個會期來審議的 那我們在下個禮拜一 會做最後的一個定案 就是說這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除了剛剛所講的那幾個之外 可能還會要增加哪些 《戰略》開議前27號的前一天 立法院長蘇嘉全將召集朝野協商 確定開議日 沒疑惑的話 也將在開議日當天 進行行政院長實證質詢 人事新聞比例已故 台北市採訪報導